大湾区的物业其实都因为国家政策配合 本身内地也多了人买的 施政报告其实是一点 香港人可以开车是经港珠澳大桥 是不需要另外拿牌 这个措施究竟是否对大湾区也是珠海 深圳的楼市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继续在深圳和施老板在Zoom做节目的施老板 欢迎你 大家好 我在内地也比较关心香港 因为香港刚刚出了施政报告 很多朋友传来传去 其实今天我想说一下其中两件事 就是施政报告其实一点 因为我有和另一个嘉宾做节目 就是说可以 虽然资讯没出来 就是香港人可以开车 是经港珠澳大桥 是不需要另外拿牌 然后去到譬如珠海 然后去广东省 当然将来有名额的限制 可能会有限期限制 未必是可以一年随便做 可能有时间的限制 但是这个措施究竟是否对大湾区 也是珠海 深圳的楼市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这是我想问的 第二就是 香港的楼对整个施政报告有什么影响 我知道你也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就这两个话题想和你谈谈 首先问一下 因为我是大湾区 就比较关心 大家可以开车 不需要拿另外的牌 可以经港珠澳大桥 下脚 譬如珠海 接着再拿去广东省 这个政策是否很利好 至少珠海的楼市会很利好 是不是 有了交通上的方便 当然是对香港人 如果要在内地买楼是有好处的 有一部分人可能在内地生活 在香港上班 那他如果是没有限制的 可以洗出洗日的 当然好 一个湾区其实要人楼 物楼 资金楼 资讯楼 几方面都自由流通 那个湾区的协调作用才能发挥到 但是湾区的楼 香港人去买的占多少呢 其实湾区的楼 现在大部分都是湾区的人自己买多 你说深圳的人买去惠州 买去东莞的多 对惠州 对东莞那些当然是帮助大 譬如广州人去佛山买 那个帮助会大很多 因为广州去佛山 因为广州去佛山 就不用说要下车检查证件 要吸引 那么麻烦 现在你即使说可以开车 行广珠澳大桥 中间都要过关的嘛 那所以 那个帮助是有 不会说 令到上面的楼主要由香港人去买的嘛 那你当然是主要买的人 那些人决定那里的楼价 就是在大湾区的楼买到什么价钱 是由大湾区的人的负担能力决定 不是由香港人的负担能力决定的嘛 香港人如果你说买了大湾区的楼一半以上 那就是香港人肯定做事 香港人买大湾区的楼原来只有 百分之三四 那百分之三四 怎样可以有做事权大 那百分之九十六九十七 那当然是九十六九十七的人做事 所以香港人方不方便 只能够影响大湾区的业主里面 香港人的占比会不会增加 这个小小的增加对于大湾区的楼价 起不了主导作用的 那如果是这么说的话 是不是我们主要看大湾区最有钱就是深圳 那深圳譬如和惠州 或者东莞最近的话 那是不是这两个城市 整个大湾区是最看好的呢 深圳当然自己是最看好的 就是整个大湾区哪个城市 经济增长最快呢 应该是深圳 整个大湾区 那个人口增长的 哪里最吸引呢 都是深圳 我在深圳有个公司 在东莞有个公司 在惠州有个公司 如果我深圳肯请人 哇 全国各地都有人肯来的 但如果我在东莞请人 难些 去惠州请人更加难些 那你当然聚到人的 经济增长快的地方 楼价上升得快 但是因为深圳升得太快 贵到很多人都买不起 深圳有些地方 都过十万元一平米 就是过万元一尺 就是不会比香港多 是的 那变成了有一部分 深圳人就买不起房子 所以他就去深圳隔离的地方 那东莞啊 维州啊 都是他们会考虑的地方 这些地方有个叫法 叫林申区 林近深圳的地方 你林近深圳越近 你就越值钱的 另外大陆也都传了很久 就深圳就会有一个大深圳 就是比本身的行政面积 都是受深圳影响的 为州有一个地方 甚至将他的地 就交给深圳房管局来管 房产证原来是深圳发出的 等于香港的名校 就整个附属小学 那校友会小学 都值钱很多的 那所以呢 深圳的影响力呢 在大湾区呢 是大过香港很多的 香港就是七百五十万人口 深圳呢 人口千个千万 有些说法说 连接移动人口 近两千万都有 那所以深圳是香港的 整倍多 近两倍的人口 就是多香港倍多 所以影响力加大很多 所以如果你看大湾区的楼价 有多大影响呢 看深圳 我可以看香港 那是否 我的问题就是 是否 惠州 或者东莞 这些比较便宜的地方 我们可以 譬如惠州 这些比较便宜的楼价 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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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卖入了之后再卖出 要跟其他开发商抢客 你是不够别人抢的 别人是发展商有本开很大宣传广告 你一个小单位做得多少宣传 所以你卖近也未必有人知道 放给中介 他们现在的中介也帮发展商有卖的 他介绍给发展商 现在的渠道费都很高 普通小业主广告又少 要卖出去肯比佣金又低 不是很够竞争的 所以在那些地区买房 如果你自己不是直接有用的话 我自己也是倾向大家要慎重一点的 明白 但其实你觉得 我相信政府推出港人可以自驾 想去经港珠澳大桥 这个政策不是政府 就是香港政府 我想是中央政府也想做的 为什么有这个政策推出 为什么有这个政策推出 最重要的问题是 现在说港珠澳大桥使用量不足 花了这么多钱去建 当初就怕车太多申请用这种限制 那个限制发出来的牌又少 那整天都没有车走的 你花这么多钱 要有人用才物有所值 反正都没有人走 不如让人用多一点就更好 到真的爆炸了 你才做管制也不迟 当然现在这样一放 以前炒回来的牌就损失产重 对了 但是会不会是中央都想谷珠海 因为如果一开通的话是最受益珠海的 还有习主席去了环琴也不知去了很多次 这个是不是中央一个很重要的政策 是一定要发展到珠海呢 那不是一定发展到珠海 珠海当然因此而得益 中央我相信要发展到整个大湾区 珠海相比以前深圳 它是没有深圳那么有利益的 因为珠海初初就想搞休闲城市 移居城市 深圳就开始的时候就工业生产 又做经济发展多个只是做休闲移居 那些所以深圳的经济动力是大一点 那现在珠海当然想尽快追上去 但是我又看不到为什么中央要特别益珠海 我相信中央在如果大湾区9加2 相对落后的应该是江门和邵兴 那些就希望有没有政策给它追趕一下呢 或者会也不奇怪 一般来说都是大陆要银两头 它希望它做引擎做火车头 就给一些政策 希望它产生多些动力 一些就是差的 就是要补不足 就要给它一些优惠政策 珠海是属于中中间间 是不是特别有优惠我就不知道了 你不是有珠海楼 没有 我只是想问你能不能买 那现在内地就 大湾区的物业 其实都因为国家政策配合 本身内地也多了人买的 明白 香港人最近可能因为疫情 看楼的人是少了的 我相信疫情过去 可能会多一些交投也不行 不是啊 因为疫情关系多了人视频看楼 交投很好 是吗 你听到这样的消息吗 不是啊 我只是看楼 完全是这样的情况 是那些人视频看楼 我看到很多人 是香港人视频看楼 买楼 所以我认识一些朋友 有没有给之前登加呢 是这几个月 是过去一年多最好的 是最好的这几个月 新盘还是二手市场 新盘 因为我的拍档 就是嘉宾是新盘的 那大湾部是做得非常之好 是的 我想如果看我威言大意 就知道我说谁 所以我跟他拍档 拍了几集 是真的去楼盘 那些人是拿着视频看楼 接着买 接着他这个月赚了 就是过去年多的钱 是做得非常之好 是的 所以他就指香港人去买的多了 一来香港人 二来是大陆 大陆是买得很好 大陆买得很好 接着有些香港人等不及通关 都如买 因为想买的单位买不到 那你等到通关的时候 一来价格上升了 二来美好的单位被人抢了 所以现在很多这几个月 有些是视频买楼下楼 我想是的 你将来 你是不是有个答案 我们也有做内地楼的 珠海那些都有一些代理的 那内地本身的业务 其实是很早已经恢复正常 最惨的是2月份 3月份 4月陆续恢复正常 5月正常是一次很明显的反弹 那之后下半年其实 那个市道跟疫情前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你说本区的买卖 就已经恢复正常 但是香港人去买的 在大湾区的概念推广下 是比以前增加了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 就是添加福地的改变呢 可能个别楼盘做得特别好 明白 OK 整体的交流 暂时都多少受疫情影响 是不是 OK 今天很感谢施老板 下一集我想说一下 究竟在香港疫情不断 有什么方法解决呢 还有以施政报告 都对一些商铺 商业的楼有些放松的措施 那住宅又怎么办呢 下一集再和施老板探讨 多谢施老板